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558集 江家人也尝出了一口气 终究没有打出圣炉 不然的话 神城必会被抹平 将引发轩然大波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天地间才归于清宁 然而神城内的修士却难以平静 一个个都无比的激动 两件大地圣兵对峙 差点就打穿天地 毁灭这里的一切 所有人都一阵后怕 恨不得离开 逃离而去 可是神城被阵风了 没有人能够离开 在这样一座恐怖的城池中待下去 诸多修士 莫不觉的浑身发凉 在这个清晨 叶凡开出了第二集药方 他取出一个白玉瓶 打开后清香酿出 不过并不多么浓烈 这是什么呀 天地其真 可取其精华 叶凡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第二次切原天师 留下的神脏石 除了得到一枚紫色的石胆外 还有一些疑似神果 融化后的液体 将云接了过去 认真观察后动容 运有无尽生机 比神权更深 什么 旁边那些老人文言街景 一起观看玉瓶中的经营液体 这莫不是某种天地其果的枝叶 在场的人都不能认出 最终决定将其炼化 取其精华与生机 注入江太虚的身体中 接下来的两天 神城很平静 无人闯化龙池 所有不是高手 都似被大地圣兵震慑住了 诸多修士 逐渐安心 继续地追查叶凡的下落 想要将他搜出来 尤其是原书古世家的人 最为上心 欧阳夜神目如点 几次走到花龙池附近 都心有疑惑 诸圣子与诸圣女 潜出大量人手 几乎快将神城翻过来了 却依然一无所获 没有任何办法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 叶凡躲在了城中 防守最严的花龙池中 纵然是有人知晓 也根本没有胆量去闯 两日下来 江太虚的身体 虽然还是很干枯 但是却多了一丝生机 不再像先前那么死气沉沉 形如一段稿木 见到这一情景 所有人都大喜 老身亡或许有救 在场的老人看向叶凡石 全都露出和善之色 他们心有感激 也许可以动用神药了 我去天妖宫相商 将那麒麟种子取来 就怕有人吃几道兵器 在那里伏击啊 有一位老人露出了忧色 敌人手中有一件大地圣兵 如果走出画龙池 没有横宇神炉守护 纵然是大能 也要隐恨收场 无需神药种子 我有第三几两方 叶凡取出一个小瓶 还没有打开 地宫就充满了芬芳 许多人一起望来 这是 神药精华 叶凡突出这四个字 这些老人当场诗话 他将小瓶递给江云 大开的刹那 罪人的芬芳 一下子勾动了 所有人的心神 让人近乎沉沦 与迷失 真的是神药 在城的人 来自荒谷世家 都有非凡眼光 刹那就判别出了真伪 确认这是神药无疑 所有人都呆住了 几乎不敢相信 这是真龙神药 可出的惊喜 可惜未能将其本体抓住 我不知它能飞天遁地 叶凡很遗憾 向在场的人解释 一群老人瞠目结舌 你发现了一株神药 还曾捕捉过 神药是什么 它是天地间的圣物 纵然是太古前 也难以发现几株 早已经绝界了 诸圣地都没有一株 根本寻觅不到 在小瓶中 有九条小龙 金光炫目 栩栩如生 跟活着的真龙一样 非常的神奇 芬芳让一群老头子 都一阵沉醉 一群老头子近乎颤抖 九弟神药精血 也许可以让老祖复生啊 他们对叶凡 施大礼 全都无比激动 诸位前辈不必如此 叶凡躲向一旁 普天之下 除去其大生命禁地 真的没有一株 太古神药了 这种大恩难以为报 一群老人败戏 还是赶紧将神王前辈救活吧 对 赶紧烈化 神药不能久存于世 绝不能浪费一丝一好 这些老人 神色无比的郑重 九名老人上前 从瓶中射出 九条眩目的小龙 各自吐出一道先天神光 分别烙印进一条小龙内 向江太虚打去 赋予芬芳 九条小龙 缭绕在江太虚的体外 如九条真龙在画形 跟有生命的活物一样 几近通灵 让那干枯的身体 都生出了精英 所有人都惊叹 太古神药果然神妙 内运不死物质精华 可以生死人肉白骨 这一晚我们要小心哪 我总觉得会发生什么 江云提醒 所有人心中都凌然 这几日神城每到夜晚 都冲天血气贯穿天地 像是一条条大龙升空 可想而知 来了多少恐怖人物 如果有人携大帝圣兵再来 那些人闻风耳动 将是一场恶难 老神王多半会被杀死 不祥的预感成真 这个夜晚 江家所有人都感觉到 一股恐怖的气息 铺天盖地贯冲而来 神城内所有人都被惊住了 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 一道道冲天的龙行血气 全都汇聚到了化龙池 神城内 恐怖人物都出动了 一道道血龙如比粗大 贯穿天上地下 气势磅礴 神力如汪洋在汹涌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尊永恒的神炉 气血旺盛 熊熊燃烧 直打苍穹 强大到让人颤力 这些人绝对都是圣主级的人物 甚至更强 聚在一起 血气如海 近乎沸腾 让神城都摇动了起来 他们要杀神王江太虚 不允许他俯升 今夜要展开 雷霆万军的一击 这些人彼此并不知道是谁 完全是一种感觉 一起走到了这里 将要共同出手 灭掉昔日的天纵神王 轰的一声 横宇炉复苏 万丈光芒直冲消汗 整座神城都一阵斗动 黄血赤金 交织出大道治理 铺天盖地 此刻 他上洞九天下洞九幽 成为天地唯一的一尊圣炉 压概一切 是位永恒神物 古之大地圣兵复苏 无上神威汹涌 如大江大海奔腾咆哮 似红日坠空撞击大地 可是 很快 另一件大地圣兵也复苏了 抵住了横宇神炉 若一万星辰陨落 满天都是炫目的光芒 神城上空 仿若有成千上万道银色的大河在奔腾 古之大地的圣兵在复苏 彼此在不断的对抗 喊动了神城 震动了苍穹 真龙一样的气血冲销而上 一道又一道 缓缓移动 逼近画龙池 一群来历不明 实力恐怖的绝顶高手 终于要动手了 要击杀神王 可叹神王将太虚 昔年英姿伟岸 雄是天下 没有人敢调戏 而如今 却被人打上门来 要灭他性命 四千多年前 风采无上的神王 今夕对比 暮年如此 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凉 英雄不许人间 见白头